今天是民国110年的9月2号 进入9月了 以前我们在念书的时候 最不喜欢9月 因为9月要开学了 放了两个月的暑假 9月份要开学要收心 所以以前在念书的时候 最不喜欢暑假 后来到进入军校以后 发现9月份对我来讲 已经是没什么感觉了 因为我们8月份就收假 所以收假收得更早 就不会有那种收假的感觉 但是我相信 这个礼拜很多的学生 应该都蛮不习惯 因为从去年5月开始 因为疫情的爆发 所以大多数的学生 几乎都没有到学校去 都在家里面做远距离的视讯 所以并没有上课 也没有上学 那突然间9月份开学了 那我相信这些学子 一定要收收心 或许是我们思考的太过于深远了 很多的学子可能是心里想学生说 哎呀我没有到学校去了 终于回学校了 好开心 但这样就是好现象 但除了开学之外 昨天还有一个很盛大的事情 就是东京奥运 所有我们参赛的选手 昨天在应该是破天荒吧 在总统府前面 开了一个非常盛大的 一个庆祝的party 很多人说这样必要吗 我觉得有必要 我真的觉得有必要 因为其实像这一次的东京奥运 我们的选手 有这么卓越的表现 拿了史上最多面的奖牌 如果说没有疫情的话 我本来认为 应该会像世大运一样 会在台北市游行的 这选手应该坐在这个车上 跟选举一样 游行 接受大家的欢呼 也接受大家的给他的加油 我觉得本来应该这样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 所以在总统府前面 做了一个很盛大的party 那这个里面有一个意涵 我看到了 很多人可能没有注意到 大家看到了没有 国旗 国旗 由这个特战的弟兄 把一幅巨幅的国旗 在总统府的广场前面 把它摊开 这个动作 这个动作 如果发生在国民党执政的政府 我一点都不会有什么感觉 国民党的政府 本来就是对于中华民国 对于中华民国的国旗 是相当的热爱 可是昨天 是民进党执政的政府 然后用特战的弟兄 把这面巨幅的国旗给拉开 给拉开 那有不同的政党倾向的 有不同的解释 他就说 我跟你讲 借壳丧事 他心中根本没有中华民国 他只是借壳丧事 他只是把这个国旗拉开 然后让人民觉得说 中华民国 想要用中华民国来包装台湾独立的毒药 我的解读不是这样 我的解读不是这样 我的解读是中华民国 我们在这边经营了这么多年 从1949年经营到今天 在以往 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 就是在以往 没有多久 大概四年前五年前 常常会有一些 比较激进的分子 不管他是心中的政治倾向是什么 在总统府海盗前面 烧国旗 我就亲眼看过 我就亲眼看过 一个年轻人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突然间拿出一面国旗来 然后也不知道是抗议什么 不知道是抗议福报 还是抗议什么 就把国旗烧了 那当时 我看到烧完之后 他被警察压制 警察压制 警察说你在前面 他不是说用烧国旗来压制他 是说在总统府前面 燃烧危险物品 来逮捕他 他压制在地上 那我看就有记者问他说 你为什么抗议 他可能有他的政治主张 他说那你抗议 为什么要烧国旗呢 他讲不出所以然 他说我就是要对国家 表示强烈的不满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五年后的今天 烧国旗的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我至少新闻没有出现 没有人烧国旗了 所以我就是说 整个我们 这个国家最大最大的能量 就是包容各个族群 那各个族群 要包容在什么的框架之下 中华民国的框架下 要整个要在中华民国的框架下来包容 无论你的主张是统是毒 我觉得这都是民主国家 都可以被充分的研讨 你只要没有做出激进的行为 没有做出脱续的行为 没有做出违反社会秩序的行为 我觉得你的言论 你的想法在民主国家都是被接受的 可是你去烧国旗就不对 那些大学生 那些所谓的比较激进的这些政治狂热分子 当时烧国旗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 再大的 再大的不满 再大的对心中的怨念 不能烧国旗 不能烧国旗 那当时也没有因为烧国旗 而把他做一些严重的起诉 可能就是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 就给他罚钱了事 可是在我心目中 我们是军人出身的 我们是军人出身的 国旗对我们有一种 肃然起敬的感觉 就是那是代表我们国家 我们很多的演训 我们很多的演习 甚至我们出国参加各种的这些竞赛 如果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旗 飘扬在国际上 如果可以看到我们的国旗 飘扬在全球的任何个角落 我们心中都会肃然起敬 我记得有一年 我到美国去参加会议 突然间在美国的那个州 我们要出席会议的场所 在我的桌上 我的牌子 我的名牌 他们就放了一面我的国旗 因为中华民国的 清天白日买六号的国旗 我心中那种莫名其妙的感动 真的是莫名其妙的感动 为什么 我们跟美国没有正式的邦交 我参加这个小型的研讨会 他居然把我的国旗 弄个小小的国旗摆在旁边 然后我对面的美国的朋友 上面就是摆一面美国的国旗 让我感受到了这种 充分的被尊重的感觉 为什么 那是代表我们国家的 旗帜 全世界认同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旗 那我们自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怎么去烧国旗呢 所以我觉得 在五年之前 在五年以前 这种脱续的乱象 很多 很多把对于国家的不满 泄分在国旗之上 很多对于国家施政上面的一些瑕疵 泄分在国旗之上 我觉得国旗何其无辜 国旗是象征我们团结 全国向心力的一个象征 不应该去毁损他或是去烧毁他 那到了现在 我讲民进党执政 民进党执政 在昨天这个东奥 选手的庆祝的这个party上 一面巨幅的国旗拉开 巨幅国旗拉开 我的感受 我的感受是 无论是什么政党 你是国民党 你是民进党 你是民众党 还是时代力量 我觉得你心中的 放下所有的政治成见 在国旗前面 大家都是团结一致 我觉得未来这才是 中华民国会走出一条 最好的路线的一个方式 就是团结在国家之下 那国家以外 国家以内的事情 国家以内的这些 政治的这个 这个想法思考的路线 我觉得都可以讨论 我觉得都可以讨论 但是到了国家之上 国家是最大的框就 国家的利益危险 我觉得这才重要 所以很多人说 哎呀你不要被骗了啦 我跟你讲蔡英文很厉害 他就是用一个国旗 来收买你们这些 你们这些傻乎乎的军人 我说我不是傻乎乎 我是对于国家的热忱 不会改变 我不会因为政党执政 政党的这个轮替 国民党交给民进党 民进党交给国民党 我不会因为政党的轮替 而改变了我对国家的热忱 我说这是我始终如意 没有改变的地方 那我说如果 目前来讲 民进党执政嘛 民进党是执政党 他尊敬国旗 他尊重我们的国家的体制 我觉得有何不好 那说没有啦 我跟你讲他马上就要修宪 我说他修宪的时候就要阻挡 他如果修宪 是危害国家主权 是危害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号 那就要阻挡 这是两回事 所以我觉得至少在整个认同下 因为其实中澳的选手在出国的时候 到日本去比赛的时候 包含了郭信存 他拿到了金牌 可是升起来的是会棋 是中华奥委会的会棋 其实当时我们在看转播 虽然奏的是国旗歌 不是国歌 升起来是中华奥委会的会棋 我们心中是很感动 是很感动因为选手拿到了金牌 能够把我们的会棋 升在奥运的会场之中 我们感到是非常的激动 但是心中只有那么点小遗憾 总觉得有点遗憾 如果升起来的是国旗有多好 如果唱的是国歌那有多好 那是我们心中的一个遗憾 那没有办法陷于国际现实的影响 基于中国在于整体奥委会的影响力 我们无法与其抗衡 那可是回到了我们的土地 回到了我们的国家 回到了中华民国的领土 在我们的总统府前面 那当然要把巨幅的国旗呈现出来 让这些东京奥运的选手 让他心中感受到 台湾就是你的家 中华民国就是你的国 这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 就是我们共同的标示 我觉得这个意义 我个人觉得意义非凡 意义非凡 那就是有关于昨天 大家比较重视的一场 在昨天下午 在总统府前面 所召开的一场 东京奥运英雄的一个party 这是我的一个评论 也希望大家因为这样子 而激发起大家 对于国旗国家的热爱 我觉得这是必须要在这边强调的 那另外就是讲到一点 今天一大早就有很多的朋友跟我联系 他说国防部 国防部昨天发布了 中国解放军2021的军力报告 你觉得如何 你觉得如何 我说你不要问我觉得如何 你为什么打电话问我这个事情 你想问我些什么问题吧 你就直接说 你不要问我觉得如何 你就直接问我你想问什么问题 他说这个国防部 这一次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对于中共解放军的军力评估报告 不会写得这么赤裸裸 会有所保留 语带保留 例如说 敌方的卫星遥控的能力 叫我为优 但是我仍然能够与其抗衡 以前至少会这样写 那我说现在他写的是不是太赤裸 他说现在太赤裸了 他说现在国防部这次公布的中共2021的 整个解放军的军力评估报告 他说我们在第一岛链以西 包含了电子占优势 包含了信息占优势 包含了网路优势 包含了电子评补优势 全部都在解放军的手上 整个第一岛链以西的上述的这些优势 全部都在解放军手上 他说这还得了 这还得了 我说好 先不要紧张 你还有第二个疑问 你再跟我讲 他说还有 里面还写到说 国防部初步判断 中国的解放军 他已经足够瘫痪我的空防 瘫痪我的反制作为 瘫痪我的网路整体的系统 他说这还得了 我说很怕吧 很吓吧 吓到了吧 他说对啊 当然吓到了 我说还有没有 他说还有 他说里面还写到 中国解放军的北斗卫星 他的整个勤奸针系统 不但包含了台湾海峡 还包含了巴士海峡 还包含了南海 还包含了东海 还包含钓鱼台 整体的整个监控 我们在中华民国境内的陆海空军 全部在他的监视控制之下 这还得了 那不就是我们国军就全部暴露了 我们的战略位置就全部被共军掌握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将国防部今天这么赤裸裸的 公布这个报告 有没有为敌宣传之嫌 是不是国防部内部又有共谍了 又有共谍了 要把这么可怕的报告呈现在国人的面前 让国人被吓坏了 被吓死了 让整个我们国军的士气崩坏 让我们所有国军的战备整备 完全的崩解掉 国防部这篇报告有没有为敌宣传 为解放军宣传之嫌 他说希望我评论一下 我就跟他讲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我说我们会这么明明白白的 把中国解放军的实力 有远远超过于目前现阶段的国军 来告诉国人 我说有几个意涵 我给你做一个分析 我今天也在节目里跟大家做个分享 第一个就表示 中华民国我们的国军 不再是单打独斗 我们70年来 我们国军只做一件事 叫做独立作战 要独立作战 我只对我自己负责 我的国军 我做了所有的 包含了中共的军力评估报告 包含了我们的国防白皮书 我们只发布给国人看 就发布给我2300万人看 会看得有多少 你关心的股票比较关心 还是关心中共军力的评估报告参数 我觉得80%以上的人 都比较关心股票 今天股票状况如何 我的口袋满不满 我今天我的资产崩解多少 裂解多少 掉了多少 我觉得这大家比较关心 至于说解放军 他的电站作为 跟我们中华民国国军的电站作为 有多少的差别 我们的这个中间的差异有多少 我觉得没有人会关心 除了国军以外 没有人会关心 所以说我们国军 以前所发布的任何 包含了解放军的军力报告 包含了国防白皮书 都是发给国人看一看 给立法院看一看 没有国人会注意 也没有国人会关心这个事情 因为心想70年了嘛 从1949年到古宁头大战 到823炮战 到96台海危机 70年都过来了 原则两岸之间 可能吵吵斗斗嘴了 不会打仗 绝对不会打仗 大家安心不会打仗 所以解放军的军力再强 放心放心 他不是对我们的 他是对美国的 他没有把台湾放在眼里 所以解放军再强 他是对美国的 跟我们没有关系 大部分的老百姓 会有这种 阿Q的这种想法 就是他再强 别担心 这个解放军 哪会把我们台湾放在眼中 那么小一个 谁理你 所以都是这样子 就这样子 让我们苟安了70年 真的是苟安了70年 自己安慰自己 自己来催眠自己 自己来告诉自己 两岸很好 不会打仗 但是一场阿富汗的撤退 一场美军 从阿富汗的撤退 完全改变了世界的次序 以前认为 美国在世界上是 一超多强 美国是超级强国 别人是无法跟他挑战 一超多强的幻想 被打破了 美国是不是超 还是超 可是那多强 纷纷崛起 美国从阿富汗的撤离 说句实话 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一件事 就是整个美国 要不然就是他故意的 故意要让阿富汗整体 在一个礼拜之内 就整个架构崩毁 整个军事结构 完全消失无影无踪 所有的装备 全部都送给神学士组织 那我相信不是的 美国绝对不会故意 做这么丢脸的事 而是美国在整个撤退的状况之下 他没有做好妥善的 军事装备武器 还有人员的转进作为 没有做好整个周密的计划 以导致于他的每一项的战力 他每一项的武器 他每一项的操作者 在离开了以后 这个操作的武器就没有人会了 这个整个电子战的作为 就没有人会判别了 这整个资讯的传递 就没有人会传递了 所以导致在阿富汗境内 纵然有这么多 高科技的武器与装备 留置在这边 提供给阿富汗的军继续使用 可是阿富汗政府军 第一个 他没有抗敌的意志 他觉得美军都放弃我了 那我还为谁拼命 我还为谁拼命 所以美国人在阿富汗的20年 没有建立阿富汗国防军的 这个国家议事 也没有建立 阿富汗国防军的必胜信念 所以他并不打算为了国家而战 所以当美军离开的时候 心里想没有美军帮我了 所以我也不打仗 装备 车辆 飞机 全部拱手交给 这个塔利班政府 这要怎么打 所以等于说美国 在阿富汗的这一个跟斗 栽的非常的严重 这个跟斗栽的非常严重 所以甚至中国 甚至俄罗斯 就认为说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世界的次序 全球的次序 要重新洗牌了 一超多强的时代 结束了 一超多强的时代结束 现在是 群雄 真竹的时代开始 每个人都很强 没有一超了 都是强 中国是强 俄罗斯是强 美国是强 印度是强 英国是强 就是多个强国的 这个时代开始了 也就是像有点像 我们早期的 这个战国时代 群雄分歧 那这个时代的起来 会造成一个什么的影响 造成小国之间的危害 被危害 被并吞的几率就会变大 所以我就把整个焦点 返回到整个 印太地区的第一岛链 我们中华民国 就居于第一岛链的中央位置 就在中央位置 我们的位置 举足轻重 因为我们整个第一岛链 我们是距离 中国领土最近的一块 我们是距离中国领土 只有100多公里的位置 而且我们本身跟中国之间 还有很多的纠纷存在 什么纠纷呢 知想的分歧 这个族群的认同 还有最主要就是国土的认同 我觉得这是我们跟中国之间 存在最大最大的一个分歧 还有受到了一个中国 当时在冷战时期 美国带头承认一个中国 承认一中政策 那整个一中政策 70年来 有没有什么转变 为什么要转变 美国为什么当时70年来 都承认坚持一中政策 到现在为止 他还是坚持 但是凶动了 但是改变 为什么 为什么改变 跟整个阿富汗的撤军 有没有关系 跟整个国际情势的变化 有没有关系 跟整个国际经济贸易的重组 有没有关系 都有关系 都有关系 因为我们有临街的友军 北有日本 向南 有整体印太战略的南部的 各个包含了澳洲 包含了印度 这些都是在整体印太战略里面的伙伴 虽然我们跟他没有正式签署关系 但是相关的情报交换都在进行 都在进行 因为资讯的时代 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时代 不是我一个人研判的资讯 研判的敌情 就自己在那边独吞 自己在那边盲人摸象 一定是分享 要把我得到的资讯 跟日本做分享 跟印度做分享 跟澳洲做分享 跟其他的友军做分享 然后他会回馈给我们 那交叉比对之后 才会成为一个完整的情报 那整个中共 只有我在观察吗 只有国防部在观察吗 只有国防部的情报单位在观察 没有 日本也在观察 印度也在观察 澳洲也在观察 全世界都在观察 这个中国解放军 2021的军力 那如果我们中华民国的国防部 写出来的军力报告 是一笑大方 那我们还有什么资格 跟大家做情报分享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休息进广告 下节继续跟大家讲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 酒吧新闻台 世界把抓的节目 我是于北辰 上面讲到 上一节跟大家讲到说 中共解放军 在2021的军力报告 经过了连我们自己的国防部 情报单位所平息出来的 军力评估 都是远远超过国军 国军几乎所有的行动 所有的状况 都在解放军的掌握之下 怎么办 对不对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要投降了 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从此之后 台湾就有危险了 提出报告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告诉你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我们的缺点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敌军的强处 那当然我们也找到了敌人的弱点 我们也找到解放军的弱点 这叫做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如果你不知道敌人有多强 光是在那个地方 蒙着头 埋头 苦练 那就是要土法练钢 练不出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来 所以这次国防部提供出来了 非常客观 也非常让大家觉得有一点担心的 解放军的报告 目的是要告诉大家第一件事 你不进步 敌人在进步 你不前进 敌人在前进 你的能力 你的战力就会逐渐的消退 所以说也就是告诉大家 中国解放军日益在强大 日益在强大 他的能力都已经逐渐要跟美国来抗衡了 那我们中华民国夹在中间 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很多人说 对对对 我们就要选边站了 我们要站向美国 还是站向中国 我们是不是两边选边站 那国民党也提出来 我要两边等距离交往 我跟美国也要很好 我跟中国也要很好 这样才是最好最好的求生之道 听起来很有道理 但是我告诉你 如果你左边是一头狮子 右边是一头老虎 老虎跟狮子之间 你是一头绵羊 你说我跟老虎也是好朋友 我跟绵羊 我跟这个狮子也是好朋友 所以你们老虎跟狮子 你们之间的争斗 不要牵连到我 我这只小绵羊就在中间 我两个都支持你 我拿个爆米花 你们两个在开始互相厮杀 攻击的时候 我拿个爆米花 帮你们双方加油 狮子加油 老虎也加油 大家一起加油 我告诉你 你第一个被吃掉 你第一个被吃掉 我们两个人 对不对 我们狮子跟老虎之间 战斗了这么样的激烈 你这只小绵羊在那边吃爆米花加油 还跟我说 我跟你们两个都很好 谁要跟你好 对不对 你没有本事 你没有力量 狮子也要吃你 老虎也要吃你 所以最好的方式做什么 你要变成一个有战力 不是绵羊 你要变成一个有战力的战斗体 不管你是小狮子 还是小老虎 你要变成一个有战力的战斗体 也就是说 当你闻到威胁 当你感到威胁的时候 你必须要完成你的武装 你要完成你的武装 敌人只有一个 不会有两个敌人 绝对不会有两个敌人 如果你有同时 这个四面受敌 四面楚歌 那就表示不是敌人 是你做人失败 如果全世界都要打你 全世界都讨厌你 你这个中华民国做人也太失败了吧 对不对 日本要打你 美国要打你 中国要打你 菲律宾要打你 全部都要打你 那不是武力强不强的问题 是你这个国家做人失败 你这个执政者 你这个执政的这个单位 执政党 你有问题 所以正常的国家 敌人只会有一个 敌人只会有一个 当你闻到了威胁 开始把全身武装起来 权力抗敌的时候 只要你做的是对的 你的身边 你的旁边 你的后面 会有很多的朋友 到时候 谁跟你站在同一条阵线 谁就是朋友 谁跟你站在同一条阵线 谁就是朋友 谁站在你敌对的对面 谁就是敌人 所以我们何必选边站 坚持中华民国的民主阵容 我们确立自己捍卫 中华民国的决心 做好自己的武装 做好自己的战备经营 谁敢动你 谁敢动你 朋友 协助你的就叫朋友 打你的就叫敌人 所以我说 对于中国 对于美国 整具交往 我说句实话 很理想 但是不可能 但是不可能 就现阶段 不可能 所以呢 台湾不用选边站 真的不用选边站 做自己 做自己 我们是一艘不成的航空母舰 我们屹立在太平洋上 我们做自己 70年来 不是都做自己吗 70年来 我们有靠向谁吗 70年来 我们有跟谁 当谁的跟班跟小弟吗 没有 就是做自己 坚定自己的国家信念 坚定自己的国防准备 坚定自己的民族素养 做自己 然后呢 自己好好努力 别人才会尊敬你 自己好好努力 你才会有人来协助你 得不孤必有灵 如果只要你做的是对的 你是站在自由民主的一方 当你 人家看到你的努力 看到你抗敌的能力之后 别人自然会来协助你 但是绝对不会帮你打仗 所以很多人说 那个美国 日本会不会帮我们打仗 我直接告诉你 不会 美国 日本不会帮你打仗 自己的仗 自己打 自己的国家 自己救 美国 日本不会帮你打仗 我直接告诉大家 大家说 那个 好像 像美国总统有什么承诺 而日本首相 有什么二加二会谈 日本的这个执政党 跟我们的有什么会谈 那都叫做好朋友 那叫朋友之间的鼓励 你要参加100公尺跑步 你要参加马拉松竞赛 我告诉你 没有人会帮你跑 没有人会帮你跑 别人会在旁边帮你加 加油 加油 给你递水 给你递毛巾 但是你放心 这个步你一定要自己跑完 自己的比赛 自己 自己跑完 自己的比赛 自己 郭敬纯 郭敬纯在举重的时候 我们在旁边加油 我们可以帮他举一下吗 对不对 郭敬纯已经 已经举了103公斤 我帮你一下举108公斤 我就变成世界超级冠军 可以吗 不行 所有的选手在举重的时候 郭敬纯在举重的时候 他要自己举 我们在一旁 只能帮他加油 只能给他打气 跑马拉松的 42公里 我们可以去帮马拉松选手说 你加油 再跑点就破纪录了 来来 我背着你跑 不行 要自己跑 比赛必须自己完成 比赛必须自己完成 我们在旁的就是给他加油 给他递杯水 给他递个毛巾 让他擦擦汗 我们只能做这些 这就跟我们防守 我们守护中华民国的决心一样 美国 日本这些友国 友军 这些友军 这些朋友 他只能给你支援 只能给你打气 只能给你协助 但是他不能帮你打仗 他不能帮你打仗 所以很多人说 你看就像这段时间 从美国撤离阿富汗之后 美国总统拜登说了什么 美国总统拜登 马上就发表演说 他说 阿富汗跟台湾完全不一样 如果有人对台湾有侵入的行动 美国会有所回应 听到了 有所回应 他不是说美国会出兵 就算他说美国会出兵 也不会出兵 为什么 自己的利益为先 但是他这是一个友好的态度 拜登这是个友好的态度 也就是说 因为阿富汗的事件 对于美国整体 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 真的有影响 对于美国的朋友 对于美国身旁的这些盟友 有影响 包含了以色列 包含了台湾 包含了南韩 包含了日本 大家都会有影响 我都以你马首是瞻 你怎么就放弃了阿富汗呢 会不会有影响 所以美国拜登 他不能不说 他一定要出来说 那为什么直接点名了台湾 为什么点名了我们 因为目前来讲 在印太战略地区 我们真的是一个关键点 我们是一个关键点 大家有没有发现 在今年的5月 中国解放军的 这个宾州号 宾州号 大概排水量是4000吨 将近4000吨 在我们的钓鱼台 绕到我们的 我们跟日本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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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宇纳国岛之间 穿一圈再绕过来 突然间离台湾这么近 为什么 这是一条航道 这是一条航道 从钓鱼台 透过宇纳国岛 进太平洋 这是航道 而且这是一条 让解放军 让中国跟全世界 有交代的航道 就是我没有入侵你的领海 我没有经过你 如果从日本冲绳 从宫国海峡穿过去 那是日本的领海 那是日本的领海 你从巴塞海峡过去 你要经过菲律宾 那是菲律宾的领海 那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台湾 跟钓鱼台之间 台湾跟宇纳国岛之间 因为中国大陆 我们这个中国了不起的 习近平大大 他认为台湾是他的 所以宇纳国岛 中间那个航道 也是他的内海 所以钓鱼台也是他的 所以钓鱼台跟台湾之间 也是属于他的内海 我从这个地方通过 你国际之间 不要跟我抗议 我家的路我不能走 我家的道路我不能走 我家的水道我不能走 所以那是唯一 中国北海舰队 东海舰队 可以正常 有这个正当性能够出海的一条 属于自己的海峡 属于自己的一条路 可是呢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来讲 对我们中华民国来讲 那是我的 那是我的 钓鱼台是我的 台湾也是我的 那台湾周边的海域 当然是我的 我怎么允许你 这样子通过 那但是呢 因为我讲 我讲 非战斗 非作战时期 不需要引起 必要 不必要的纠纷 所以当这个 宾州号 5月1号 从这个 云纳国岛 从 教育台 跟基隆之间的海域 通过的时候 我们的基隆号的 我们的军舰 也全程监视 日本的海巡舰 也全程监视 我们是用这种方式 来告诉你 这个地方 是我的海域 你进来之后 请无害通过 请无害通过 但是呢 解放军有没有理会 没有理会 没有理会 他这一年来 其实应该是从 去年的11月开始 到现在为止 每天 在钓鱼台附近 在这个 云纳国岛附近 一直绕 绕行不断 24小时 凹行不断 每天保持 两艘 2000吨以上的 军事舰艇 在这边来绕行 那两艘 其中一艘 是隶属于 东海舰队 它的母港 在浙江宁坡 那一艘是 每天必来 在这边巡逻 巡觅 另外一艘 是由 北海舰队 跟南海舰队 人流派出 所以说 他每天 就是有两艘 军舰 就在这块海域 来巡觅 所以说 为什么这段时间 我们国军 做了一些调整 我们把以前 东岸的 沿岸的 一些 飞弹 岸对海的飞弹 阵地全部恢复 现在全部恢复 为什么 立法院就讲说 你看国军 又编了这么多钱 又把那些 以前不用的 飞弹阵地 全部都要恢复了 为什么 我现在就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有敌情威胁 所以我们要增加 我们的暗制的防空 我们的 暗对海的航空飞弹 我们要对于 暗对海的飞弹 我们要完成 我们要增加 我们的飞弹阵地 为什么 因为有敌情威胁 我们就要有因应 不能有敌情威胁 我们坐之不管 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是不对的 那还要 国军还要有什么反应呢 我们国军还有什么具体的做法 我们休息一下进广告 下一节继续跟大家做分析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欢迎回到98新闻台 世界一把抓 我是于北辰 刚才前面两节 跟大家分析了 国际的关系 还有美国从阿富汗回来 影响到台海的情势 那今天我就要 在最后一节 要跟大家谈论什么 我们该怎么办 中华民国的国军 该怎么办 我们提出了中国2021有这么强的军力的威胁 我们讲到了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国际现实 它绝对只是来协助你 帮你加油 给你支援 但是不会帮你打仗 那国军该怎么办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自己的仗自己打 该怎么打 这个仗该怎么打下去 我来跟大家讲 国军未来努力方式 绝对不是 大家说 这个国防部 把这个公军 中共这么强烈的 这个敌情威胁丢出来 一定是要钱 国防部一定要钱 我跟大家讲 很多事情不是钱能解决的 钱能解决的都是小事 如果说今天国家 溢住200亿 300亿 500亿 1000亿 国军就会强起来 阿富汗早就强了 阿富汗早就强了 阿富汗美军 20年来对阿富汗的美军的援助 是多少 两兆美金 两兆美金 这么大的金额 都没有把阿富汗的军队 给强化起来 很多事情如果钱能解决 那就好办 但是对于整体的国家意识 对于整体的国家观念 对于整体的这个军备建设 不是一个钱能够解决的 这个要从组织编装来做调整 我觉得国军的组织编装 已经面临要 做大幅修正跟改变的时候 那可是组织编装的调整 必须要有装备的配合 我举个例子来讲 大家都当过兵 很多在军中 就算没有当过兵 也做过替代役 就算没有做过替代役 也入武训练过 也做过军事训练役 你一个班 按照我们这个越战时期 流传到今天的做法 班长一员 然后副班长都没了 一个班长 然后带九个班兵 这个班兵里面 九个班兵里面 有大概步枪兵区多 第三兵是破坏兵 带火箭筒 就是带66火箭弹 然后呢 第八兵是救护兵 还有带救护包 就这样子而已 这就是我们一个步兵班 这是越战时期 打越战的步兵班 到现在的编制还是这样 够吗 足够吗 能够应付科技化的作战吗 我就光从一个步兵班讲起 我不要讲到牌 也不要讲到银 也不要讲到连 现在整体的数位化战事 是怎么编制的 我不要看美国 解放军怎么编的 解放军怎么编的 我们现在国军 配备了模组化的头盔 前面有一个插槽 干什么的 不知道 我曾经问过小兵 我说你这个新式的头盔 前面一个砍槽 一个插槽 插什么的 报告不知道 旁边这些魔鬼站要干什么的 报告不知道 你戴这个头盔 你觉得怎么样 报告戴起来很舒服 上面所有的这些 模组化的东西 要干什么 那有用的 那是有用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解放军 以敌为师 解放军的 模组化的头盔 前面是干什么的 他前面可以把好几种东西 他的数位 交换兵 他一个班上有一个兵 是专门做数位交换的 他上面头上带什么 那数位传输机 什么叫数位传输机 就是我们家里面 有没有那个modem 他会传输 数位讯号 他就是一个小型发报台 他背后背的 人家背的是 这个迫害减 迫害的这些相关的作战器 他背的是一具 数位交换机 背着 他的发报机在这个头上 他可以share给他其他 其他九个班兵 他就可以做数位传输 他就是一个小型的基地台 这样讲大家懂了吧 那个小兵就是个小型基地台 背着一个电池 头上就挂着一个数位传输机 然后他的耳朵有画物 他的耳朵有数位的 这个传输的这个链路 他就反正跟着这个班移动 他就是一个小型的基地台 所以这一个班 他的班长 所有的资讯 不用再透过画物 动腰动腰 我是动两回报 现在第一线 发现了什么敌人 坐标在摊开地图 坐标在053335 要求火力攻击 当你要求完 你已经被人家打 被人家打掉了 太慢了 太慢了 现在 整个步兵班的编辑 不是这样 班长 他的头上那个模组化 带的是什么 是一句 是一句 就是我们讲 我们平常在街头 看到那个什么 那个那个监视器 他的监视器 小型的监视器就带在头上 而且具有夜视功能 他只要看到哪里 他只要看到哪里 他的扭移案 透过他的数据传输 就把他的目标的坐标 目标的位置 还有他当时情况的风向 风速温度 全部传回指挥所 直接传回联指挥所 联指挥所就传给银部 银部就直接上传到这个旅部 活力资源就来了 那只要多少 那只要多久的时间 两秒钟 这个动作只要两秒钟 传传传 活力就来了 可是我们传统的 活力资源方式呢 要多久 要20分钟 我要精确的 掌握敌人的坐标 然后我要测风向 测温度 然后我把它 作为数据传输 再化为密语 用密语传回指挥部 指挥部再用密语 把它给解密 20分钟 一个两秒钟 一个20分钟 兵贵神术 这个天下武功 无坚不吹 唯快不破 就是这个道理 要快 谁快谁就赢 那我们整个国军 整体的 我一个步兵班 步兵班 我从步兵班讲就好 不要讲的太高层 一个步兵班的编制 就要改变 我们现在一个步兵班 有没有数位兵 有没有数位传输 交换兵 没有 我们有一个化物兵 背的一台化物 有什么事情 呼叫呼叫 太慢 整体的数位的做法 你整个编制就要改变 你的化物兵要升级为 数位交换兵 你的班长的做法 你的班长的通信的 不是在拿一个 跟水壶一样 呼叫呼叫 不是 而是整体的模组化 头盔上面 监视器 化物 数位链路 然后一个耳麦 直接挂的 你有什么状况 直接回报 这整体的 作战的编制要改变 编制要改变 你所有的步枪兵之间 跟班长之间 我们以前互相之间 主要靠的什么 一个步兵班 是靠手势 声号 我们以前记得很清楚 第一班注意 攻击 全军 还要摆这种手势 为什么 因为在 敌火下 你不能大声吼叫 吼叫会被里人发现 所以靠手势 声光 嗜号 来做指挥 落伍了 这落伍了 这是原始时代的作战方式 现在作战方式 要靠数位科技 来提升 我们一个步兵班 是不是需要提升 这相关方面的 通信模式 大家想想看 我把整个作战场景 带到复仇者联盟 带到复仇者联盟 当美国队长 要呼叫 钢铁人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做了什么事 把手触摸到耳朵 他的整个数位链路 就传输到钢铁人 钢铁人就跟他联络 如果没有这套东西 我们恢复到 现在国军救世的装备 这个美国队长 举手注意 钢铁人注意 我这边有困难 攻击前进 钢铁人已经飞到哪里去了 钢铁人飞到五公里之外 他根本看不到你在讲什么 所以我说 现代化的装备 要从边桩做起 所以整体国军 很多事情 他的整个军事变革 从今天开始正要展开 而他的起始点 就是这个中共军力的评估报告 就是要告诉 我们的这个立法院 要告诉我们的国会 目前国军 整体升级 责无旁贷 来不及了 要赶快 要赶快做 为什么 因为敌军整体的组织变革 早就已经完成了 解放军的组织变革 已经完成了 解放军的战事的数位化 也已经完成了 而我们的国军 目前数位化还起 数位化战事 还是起步阶段 还没有完成 所以要完成 装备的采购 要完成编制的改变 要完成人员的训练 这些时间 要在短时间之内 要赶快完成 否则我们没有办法 因应整个铺天盖地的 解放军的军备 军备的这个进步的速度 而且我们即使 我们有抗敌的决心 可是我们的编制 是老编制 即使我们抗敌的决心 我们的装备是老装备 我没有办法 跟我们的临街的友军 没有办法跟日本 跟美国完成 资料链路上的共享 因为人家传来的是数位链路 你拿的是数据 你拿的是一般的电子 电子过期的一个产品的方式 人家是数位的都资料传过来 你收不到 你收不到 所以我觉得这些 从整个国军的编制上就要改变 所以近期来 我觉得国军买了很多重型的装备 包含了M109A6 包含了这些海马士的火箭 这个火箭弹 还包含了很多先进的一些装备 国军都进来了 可是可是 基础的东西国军要改变 从步兵班 从战车 单车 从特战班 从海军的舰艇兵 从空军的地面的防炮兵 他的装备都要改变 他的装备要同步数位化 因为这些单兵的能力 单兵的科技 能够调整成数位化之后 他的点的情报 才可以结合成一条线 来布成一个面 那这时候 整个战场的透明化 才会让战场指挥官 能够一览无遗 否则永远都是战场迷雾 你看到的都是 都是过了时间 过了时间的情报 都是过时的情报 他没有及时接战的精准情报 及时接战的精准情报 只有靠第一线的士兵 他的数位化的装备 只有靠第一线的士兵 他现代化的编制 绵密的结合起来 整个国家的战略 整个国家的战术行动 才会战术支持战略 战略来支持国家安全 我觉得这才是 我们要走的一条路 所以今天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 那我们就到这边了 拜拜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